当你置身在一台劳斯拉斯车内怎么样正确的关门 用手够吗?肯定不够优雅 来,给大家编个魔术 100多年前的1900年 劳斯拉斯创始人就曾经预言过 将来的劳斯拉斯将是纯电的车型 纯电车型更加安静 没有额外的振动 将把劳斯拉斯整体的舒适性带到另一个巅峰 现在预言失线了 全新的劳斯拉斯闪铃 第一款劳斯拉斯的纯电车型 全新的前脸造型分体式的 大能让这台车带了更多未来和科技感的元素 经典的帕同龙神庙依然保留 但这一次更多的是作为品牌的象征 而来到车身的侧面 双门苦配的线条 非常像一台悬浮在陆地上的油体 整台车的车身尺寸非常的夸张 尽管是一台双门的超级轿跑 但整车的长度达到了5米45 轴距达到了3米21 就连我身后的这一扇门的长度 都达到了1米5 23寸的轮毂搭配了这台车上 毫无违和感 尽管它的尺寸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23英寸 车尾下沉的线条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典雅 而要说整个车身的侧面 最棒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侧面的窗户 没有逼住的设计上整台车的整个侧面的旋双 就像一艘游艇 非常的典雅 非常的有味道 轻踩刹车踏板车门就会自动的关闭过来 而且整个的动作非常的轻柔 当然相比于外观的创新 内饰部分的氛围 更多的是老斯坦斯传统的感觉 更多的保留了对于手工的温度 和老斯坦斯对经典的传承 那至于我的头顶 依然是那一块经典的星空顶 这块设计现在已经被很多的品牌抄去用了 但是最正的味道 还是在老斯坦斯上 3米210轴距并没有被这台车的后排 带来非常夸张的后排的空间 但毕竟是一台老斯坦斯 咱们坐在这个后排 就享受这种紧密的 与世隔街的奢华舒适就好了 没有那台经典的V12发动机 目前的闪力是靠两台电动机来驱动 前轴190千瓦 后轴360千瓦 总体的扭矩达到了900牛米 而这台车的0百加速也只要4.5秒 当然了 这些数据放在现在 可能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惊艳 但毕竟要知道 这首先是一台老斯坦斯 然后才是一台纯电的车型 老斯坦斯从来都不会以片面的数据 作为自己的追求 更多的是这台车 带人的奢华的享受和体验 到2030年 老斯坦斯就将全面转身 纯电化电动化 而这台闪铃 就将是新时代的老斯坦斯的开篇